用AI生成动画系列 无需以前的任何的动画制作经验 在本期视频当中 我将演示四个简单的步骤 教大家如何去操作 最好的是你可以使用免费的工具 来做同样的事情 但在我们深入研究这个过程之前 让我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想到这个视频的 ideal视频的创意的 想起来经常会研究一些 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和产品 然后来看我认为有趣的一些频道 看一些故事频道 比如说这些个动画故事 角色青年在学校的一些故事 青少年的爱情挑战中 发现自己的故事 再来就像一个混乱的战场 青少年被蒙困在 荷尔蒙和心碎之间的持续战争中 无意间成为了受害者 然后受到了青少年爱情 带来的这些强烈的冲击 脆弱的一些感情影响 在这场战斗中外 他们的新承受着战场的伤痕和失去的 蒙蒙声这些类似的情感动画 如果去用呢 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了我的注意呢 在这些视频当中呢 就是每一个都有数百万的浏览量播放量 而不是几年 而是在一周之内就完成 当然呢 作为一个对金钱如鸡四口的人 我呢忍不住需要研究 查看一番数据 也许呢 就是说我为什么发现了这些疯狂的数据 因为呢 这个频道每个月的收入都接近一百万美元 就是这样 就是我呢 要制作我自己的一些动画视频像他那样 然后呢 并且呢 我要用人工智能AI来完成 然后我们的AI动画呢 将使用Adoop Express动画视频 这是一个由Adoop提供的免费的动画工具 允许呢 你基于这个MP3文件 生成你的动画 他来分析这个文件 MP3文件也确定这个语音的内容 并且创建一个纯形动画 来匹配语音和其旺的一些反应 点击这个Maker Anibacy开始 在工具中呢 你可以选择各种的角色 进行选择 然后呢 并将它们放置在屏幕的不同部分 你来可以放大它们改变背景 甚至呢 直接录制你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导入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 预先录制的语音 上次文件之后呢 将得到如下内容 我知道了 就是说你在想什么 在一看呢 这似乎并不令人印象深刻 那我想改变你这种看法 那我们前往ChairGPT 为一个简短的喜剧动画 写一个脚本 我的计划呢 是创造一个父子之间的幽默的对话 我来请ChairGPT给我提供一个 关于一对父子的笑话 我要求呢 就是给这对父子起个名字 然后呢 我要求他扩展一下这个笑话 使他来更适合一个短的动画 我还指示他 就是添加一个介绍和结尾 最后呢 并不是不重要的 我让ChairGPT给动画节目起一个 惊人的超级创业的名字 我认为呢 在创业点上已经耗尽了 精力 继续 然后呢 我们将使用人工智能AI文本 生成语音 然后这类工具呢 也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随意使用其他的 这是一个就是广受好评的工具 然后获得了许多奖项 就是说提供了20种语言的 100多种 20多种声音 通过选择角色的头像 你来可以改变声音 对于我的动画呢 我在寻找这个三种不同的声音 一是旁白 儿子和父亲的声音 那我们从ChairGP中 创建的介绍开始 看看呢 他听起来如何 儿子表演 这一集中呢 你会看到Ellen儿子 试图告诉他的父亲 Grey一个特别的秘密 我来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 试试他对语音的控制 你来可以调节音高 从而改变声音的音调 和语速等等 对于旁白呢 我希望他的声音低沉一点 然后语速快一点 所以我会降低一下音调 然后提高一下 他的速度 让我们来听一听 欢迎回到 Welcome back to the Dad and Sun Show 在这一集当中 你将看到儿子 Ellen来试图告诉他的父亲 Grey一个特别的秘密 另一个令人惊叹的功能 是在讲话中的 添加停顿的一个功能 我们都知道了 在喜剧当中 时机可能会更为重要 而不是笑话的本身 所以要添加一些暂停 然后继续选择 然后添加暂停 并且选择所需的长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儿子的声音 如果你要想添加 另外一个声音 你需要再选择一下 然后选择人物的头像 和所需要的声音 我来要找一个 像一个青少年的一种声音 让我们粘贴在 家里机器中 自主的脚本的下一部分 并且试听一下 我们就说通过改变音调 来改变声音 我们再来试听一遍 我们再把速度调节 慢一点点 让我们来再加一些停顿 现在再次为father父亲 然后从家里接不接 粘贴脚本的部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个AI的力量 它甚至可以发出声音 让我们把声音调到低层一些 慢一点 以获得真正的更好的 有趣的一些体验 这就是我要说的 好的 我将脚本的其余部分 继续这样去做 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 Adobe Express 我要找一个像 十几岁男孩的头像 来扮演儿子 然后来完美的角色 一个少年 就是这个比较不错 然后来将背景改为绿色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呢 以后来会告诉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上传声音 然后我们就搞定了 我们来听 很好 我会为孩子的这个父亲 做同样的事情 让我们来就说 场景找一个合适的父亲的角色 实际上来 我只是要用到头部 你来会在后面的视频中 看到原因 同样上传 语音 然后好了下载 好了 对背景呢 然后我们要用到Cover了 实际上来 我们来需要用到三个场景 一个是介绍 一个是儿子 另外一个是父亲 这个father 那我们来就说 找一个房子 来展示场景发生的一个地方 在房子面前 就是再放一条路 然后一个非常不错 可爱的背景 然后呢 你也可以再放一棵树等等 Cover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特性是 它有很多 你可以使用的动画 比如呢 我们可以把一只鸟都放进去 选择右边的深刻滑块 然后呢 选择这个animal的动画 然后呢 Cover只会显示动画的元素 我们看到有很多 这个好像感觉不是特别好 再换一下 好的 这个呢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就这个 然后呢 看一下下一个场景 这呢 是在客厅里面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找个房间 放个沙发进去 在这个场景当中 父亲正在看书 儿子呢 试图引起父亲的注意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父亲 他是背对着椅子而坐 让我们创造一些东西 就是加一些头发 然后再找一本书 然后呢 让我们用一些动画来这个 给这个场景赋予生命 现在呢 我只需要一只手臂 这一步呢 就完成了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看到 步行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来需要两个部分椅子本身 和两个拿着手的这个手 柱的手臂 你来可以看到他这样 等一下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来到CardCap 这是一个金融的免费的编剧工具 那我们这会上传 我们制作了所有部件 现在上传的拖进来 我们来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视频 来讲解这个过程 所以来我们会将你展示 就是说制作是个关键部分 但是如果你想看更多的 我是如何制作视频来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来 请一定要记住点赞 订阅一下 然后来我到这点赞月中 我就能制作更多的视频了 然后作为介绍来 我会把这个房子 然后放大一点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微的视频 然后来点击进入基本basic 然后这里想要说放开始的地方 选择一个关键帧 然后来将计时条拖动到 你想要说放结束的地方 放大视频 然后再次点击一下这个关键帧 就这样 没有什么就说比房子的变焦镜头更吸引人了 这个还是不错的看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来想要合并我们的 Adobe制作的动画 然后把它们来放在背景上 然后再一次到右上角的这个视频设置 然后来现在转到Cutout 并且选择Chrome Key 然后单击颜色选择器 并且选择绿色背景 我们再给它绿色一下 现在增加强度 然后来直到绿色完全消失 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来要展示给你的最后一个功能是CutCut 有大量的免费的音效 可供你使用 我们点击这个音效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左边的也非常多 另外还有这个人翻书的一些动画声音 非常的方便 我们也可以来试听一下 那我将快进 然后这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动画 请记住这样一部动画 它只花了我大约两小时的时间来制作 并且完成这部可爱的动画 Welcome back to the dad and son show In this episode you will see Ethan The son try to tell his dad Gary a special secret And oh boy Is he in for a treat Um Dad Dad I um I have an imaginary girlfriend Hmm Um What do you mean You have an imaginary girlfriend Well It's not that I can't find a real girlfriend It's just that having an imaginary girlfriend Gives me the freedom to explore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have someone special in my life Without the pressures and complications That come with real relationships Hmmm You can definitely do better Oh wow Thanks That makes me feel a lot better Oh I'm sorry I was talking to your imaginary girlfriend The dad and son show 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You can never What just You can do Sierra children 谢谢大家